又是我來自星星美食的陳俊偉 有今天的嘉賓卡奧 大家好 剛才我們說了神級店舖天資 得了一個不錯的經驗 接著我們說的餐廳我挺有興趣 因為這種菜式在香港很少見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去吃這種菜 這間店舖開了多久? 2019年 2019年 我記得記憶所及 這幾年我沒有任何嘉賓講過這間餐廳 厲害 你真是厲害 必須要請你過來 寫我的奇緒 這間餐廳叫Poindy 有什麼特別呢 這間餐廳在西環 西盈盤 有一條街叫福壽里 福壽里 這間餐廳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做法式印度菜 因為它做法印住菜式 因為吃印度菜在香港 我想近年變化多些 有食物 但法式印度菜或印度法式菜 什麼都好 沒有什麼機會吃過 我印象裡面 我吃過類似的東西 但在外國吃的 在香港是沒有吃過 OK 找機會要去試一下 我先知道價位 我想說 這個其實又不是真的貴的 我想你計算街日可能是1300 即現在吃西餐也正常的價值 我想說 這個真的很想發表一下 我想說近年 你現在香港 你晚上隨便出來吃飯 好像沒有1000元一個頭 是吃不到飯 是的 嘩 隨便吃飯 晚上吃了都1000元一個頭 然後喝完酒就1500元一個頭 我覺得可能我遲早不可以在香港吃飯 我早已不是在香港吃飯 是的 真的很貴 現在很貴 很貴 很貴 這間店有什麼 為什麼你發掘了出來 雖然剛剛認了一輪厲害 但真正厲害的那個不是我 我給人有一個澳門的朋友 居然是一個澳門的朋友 帶我去一間香港的餐廳 這麼有趣 大家要記住 其實是近年才開關 現在澳門朋友已經知道 而我也不知道 即是他一直有這個口袋裡的餐廳 是的 因為19年開了 我想問他19年到現在怎麼熬 他在澳門 不是這間餐廳 是的 我就是說這些餐廳就是 我形容這些見過風浪的餐廳 大家熬過這個COVID 19年基本上是一開始就熬的 是的 因為其實你除了熬疫情 還要熬社會運動 當然你說那區是不是比較少 那也是 但當時的風氣 整個社會都很意志消沉 還有很多人那時候因為怕塞車 或者交通問題 所以都未必出來吃飯 是的 但說回來 其實他是一間小店 他的店鋪真的是一條巷 不是一間大餐廳 小店到幾少 大家看到我坐在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在Kitchen那裡 即是後面是Chef在煮東西 有多個位置 巴有四個位置 然後除了巴之外 他由巴延伸出去 即是一條巷到門口 大概有四至五張二人桌 四至五張二人桌 OK 即是十個位置 其實他可以再擺出一點 因為其實他有些西餐很Chill 在露天吃也可以 如果行人多 他會開到一兩張二人桌 在門口 有些是法國後巷小的Bistro 是的 但最近天氣開始熱不熱 如果大家不怕熱就可以坐 如果外籍人士 可能他們不介意 是的 他們習慣了Afrisco Dining 我就不可以 還有如果吃晚餐不太熱會好一點 好一點的 好一點的 還有最重要的 還有不要下雨 我也是 所以其實餐廳不大 可能他不需要很多客人 去公道時間 就可以捱過 還有這些我想他那時候 都是做熟客 即是很熟的熟客 你想想他在地步下降 大家都不知道 我想說另外一個 為什麼我今天會說這間餐廳的原因 就是我要還他一個公道 因為我之前在給別人的一個小小的平台 就介紹錯了他 為什麼你這樣做事 是的 很壞 是的 你介紹錯什麼 他介紹錯他的性 還是他介紹錯他的菜式 我下一輩子就會成為你口中的泰拳 哈哈 一夜被人咀嚓了 不是 我當初澳門朋友跟我說這間餐廳 我就去研究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鬼暗眼 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麼 有個結論 我覺得他是屬於一個餐廳的餐廳 你以為他像某些餐廳的風格 對 那些很西洋 黑色的羊 對 很西洋的羊 然後我就寫了 然後他們的Chef和他們的人 在我的帖子上面留言 就說他們不屬於這個羊群 即是你都受人注意的 你看看 我是猜不到的 其實 你每天寫一件事都有人注意 對 其實我有改了一個帖子 我跟大家說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既然我當初說錯了 那時候我上來就說對這件事 對 也想幫忙他 對 因為他的食物是出色的 還有French Indian food 其實真的不多 不多的 對 對 那天你吃了一千多元 看看吃什麼 是一個sat menu 還是不是的 阿勒卡 其實它是一個tasting menu 其實小餐廳 就算阿勒卡 menu 都說只有二、三十個items 包括甜品 二、三十個items 已經很有誠意 現在有很多餐廳 每天只出一個 menu 就是由於就免得選擇 直接試個tasting menu 它有兩個 一個是六個cours的tasting 一個是八個cours的tasting 我們那天 始終新餐廳打算多試 我們就選了八個cours的那個 開始了嗎 好,下張照 麻煩 一天開始的菜式 不知道是什麼菜式 因為它出了海膽 它是海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一個很出名的印度菜 是一個波波 然後會塞一些餡料 所以湯下去 對 就是那個 印度摔角器 沒錯 其實它那個就是用了這個原理 但它這個不是波 它不是波 它就加了那些吞囊魚、海膽、咖啡 就是法國座 它的concept就是不停將這些東西結合 我想說 我上次去深水埗 有一間店鋪 它以旅遊為主 又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我也有吃過兩次 它都用了那個波波 因為那個波波可以現成賣 它就放了冬蔭公道蝦 是活動的 我覺得那個波的原理 是放什麼都活動的 是啊 就是像三文治的麵包 我覺得你倒了一點光光 它其實也活動的 可以的 我想說 還有你有沒有看那些印度當地片 因為它是一個街頭小食 那它就要立刻做 那會漏的 一陣子就立刻塞在人家的口 是的 因為如果你放進去 它越來越濕 那個波波 本來脆脆變軟 然後會爆 但是它很激動 它一整完 人家就抹好 就等它 合理 要新鮮吃 吃一口飯 都是生死時速 是的 我很喜歡吃這隻波波 因為有一次去到一個印度素食店 它都吃有一隻 它的汁是薄荷味 吃完之後 整身涼滲滲 這個我想大家對於印度菜 其實是其中一種最熟悉的印度菜 近年熟悉的 除了咖喱之外 再下一張照片 這個也看不出它是什麼菜式 像法國菜 因為它有整個帶子在殼上 其實它是一個熟悉的帶子 那上面的材料是什麼 知不知道 蔥花還是什麼 其實這個我沒有什麼印象 它有沒有加什麼特別的香料 令它有些印印的感覺 沒有 因為後來做 research 也不覺得它有什麼 可能它是開頭的 清新一點 容易進入這個狀態 免得給那麼多 香料你們 再下一個就是吃這個 Snail 窩牛 Escargool 是的 但這個其實有一點負評 要說 不要緊要 你說 因為其實你看到這麼大的一隻窩牛 你覺得有這些工具 其實你要撩一隻窩牛出來吃 你一撩就是一整隻窩牛 但它們這裡的做法是有一點不同的 剁碎了嗎 它剁碎了再塞回去 但它只是塞一粒 即是一個正方的粒 其他的部分去哪裡 就在另外幾粒 不不不不不 但每一粒都有一大塊肉 如果每一塊剁碎那麼少 其他的肉去哪裡 要熬湯 塞進去其他鍋牛 其他鍋牛都有多餘的肉 我的意思是 可能它用一隻鍋牛 一開始就做了一碟出來 這是我的猜測 但其實它不是大家想像中 你一撩下去會有整隻鍋牛 它是給一粒已經切好的鍋 旁邊的東西是什麼 即是它一粒裡面有些東西 像黑咪媽那些地方 那些就是它那個醬 即是有些香料 那些味道 是的 那些叫chilli garlic coconut 那些東西 那些味道是好吃的 只不過它不是圓粒 寄望上不同 下一個菜式就有些熟悉的感覺 因為像印度咖哩國 Samosa 是的 它就是Samosa 它的Samosa 其實裡面都是蝦的Samosa 除了蝦之外 裡面是他們自家製作的Pickels 醃了很多不同的蔬菜 這個其實也想說一說 他們餐廳其實有其中一樣東西 做得很好 就是他們的每一碟菜 都會跟著很多 每一碟菜都會跟著一個自家的汁汁醬醬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些 所以每一碟菜的靈魂在汁醬裡 其實你吃什麼都好 如果沒有下面的汁醬 都會有些flat 這個汁醬有些加拿比海風 像沙沙 對 它是沙沙 原來是這樣 所以它有很多文化結合 那碟也有那些南亞風情 他試過滑在手那些 但也有些像意大利某些地方的花花碟 所以挺有趣的 但這個是好吃的 因為它的麵 那個pastry的位置很鬆 又是那些你要立刻塞在口裡 他們那些現在是自己猜的 或是現成的 他們說他們是自己猜的 所以很鬆化 這些鬆化的印度人很厲害 對 你不會覺得吃這些東西很heavy 加上那些汁又很清新很提鮮 你覺得夏天吃是很甜圓 這個是兩個人份量來的 兩個人份量來的 其實每一樣東西只有一個 那下一張照片是一個 我猜一下 羊肉的波波 這個不是羊 這個是ducken fat 什麼 就是鴨肉 我猜不到 鴨肉的波波 有點猜不到 其實它的鴨肉混合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有香料 而它下面那個其實是sour coconut gravy 就是那個醬汁 因為每一道菜都是醬汁的重點 因為這個菜是煮了一個波波 然後再將它煎豐表面 還有鴨肉本身是有少許油 用了一個sour gravy 令到整件事酸酸的 又清新一點 明白 但如果大家容易理解 其實好像一顆肉丸 就是鴨肉丸 就是那個味道和口感 明白 鴨肉丸 我想起台灣吃火鍋 再看看這張照片是什麼 也挺有趣 每一道菜都猜不到下一道菜是什麼 有些驚訝 你猜一下這是什麼 你等我一會兒 我先了解一下 我要放大 有些是開心果 綠色一粒粒的 鴨魚卷裡面釀的東西 這隻叫做calamari 就是鴨魚 我聽說有細分 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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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通常都叫鴨魚 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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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海鮮的菜式 但它的汁好像很澎湃 它的汁還有跟著薄餅 其實這個汁好像清酒煮蜆 比較像湯 所以用海鮮的鮮味來煮一個湯 很少吃一塊豬肉或海鮮的東西 加了這麼多的海參果粹 對 所以這間餐廳的東西 剛剛都是重複再重複 它的汁是很出色的 你每一個都不… 有想像中東 對 異國風情 挺有趣 因為有時候吃西餐 不知道是否同意 有時候去到某個位置 你所有東西都期望 對 所以頭盤有帶子 然後有魚 然後主菜一定是黃牛 然後有些咖啡 有時候都會有點悶 之前我記得上一次上來節目都有說過 西餐的Trinity 就是鵝肝咖啡和牛 對 所以都有點悶 但如果吃這些 就會覺得觀感刺激很大 對 其實我想說 你這個說得很對 始終我不知道它是… 因為我對於這個菜是不熟 但它每一道菜 透過那個汁都給你很多驚喜 就是沒有想過可以有這樣的味 而它就是這樣調教出來 事實上 香港人對印度菜 其實那個印象都黑板 Stereo Stereo type 其實印度菜可以很廣闊 而且可以很好吃 不過我們沒有什麼機會見到 始終它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下一道菜也是… 我記得有個雞翼 但我還是不能理解 其實這個只是grilled butter chicken 很多蔥 很多蔥 其實它下面有一半隻雞 雞翼 那邊是翼 下面是比的位置 即是上莊 對 這個其實有跟一個飯 你可以拌飯吃 或者吃上一個Course的包 到這裏應該全飽了 其實它所有東西的 portion不大 其實不是很飽 是啊 我以為頭盤和中間的東西 每人一塊 應該 portion不大 我以為到這個位置 有飯 有麵包 應該會飽 它的飯其實也是這樣 即是剛剛給你一口 但那一口是兩個人 是貨兩個人的 沒事了 而且大家剛才看到的所有東西 都是貨兩個人的 它不是一個一個人的 portion 所以 portion不算很大 其實我當時形容它 就是每一道菜我只可以吃一口 吃到八道菜等於吃到八膽 但是每位是千多元 是啊 所以我覺得它是貴的 但是我可以說的是 它的調味是出色 它的汁醬是出色 但是它的 portion是小的 就好像我們這些做地盤 就吃不飽 它的定位比較特別 即是給貴人吃 Findyne吃不飽是norm 我看看甜品 其實看起來也很少 好像兩粒朱古力蛋糕 加一個cream 是的 這個也是兩個人的份量來加 即是四方一粒 辣方體 是的 真的少少 我想說一點 因為皮人不可以吃奶 所以這個甜品是沒有吃到的 所以我純粹拍給大家看 是評論不到的 因為我不吃奶 大家看到很大塊 你在座的朋友有什麼話 他只說了一句 挺好吃的 這句也有些行 是 ok啦 我想我也是那句 我相信它玩汁醬 其實應該都是出色的 我對它的味道從來都不擔心 明白 還有一件事就是 因為其實它這間餐廳 都有幾間其他餐廳 就是Under同一間公司 它有一間餐廳是賣酒的 嗯 所以我們本身自己有些 就是那個selection 都是他們自己的酒 嗯 是便宜的 就是便宜的 便宜過市面的 還有你那個Quality都是好喝的 明白 好啊 那好吧 今天多謝你介紹一些 那麼有趣的餐廳 這樣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職訂購支持